周汉华 男45岁江西人 初中学龄 大家好 我叫周汉华 来自广东 广州 在一流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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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做过诸道行业 算是一个小有起色的创业者 在腾尖的五月 我可爱的小铁匙降生 我就心甘情愿地 做起了名副骑士的奶爸 今年他已经三岁半了 在救度幼儿园 所以我也有更多的时间 来做点事情成型 今天想出的区域经理 或是总裁助理的职务 谢谢主持人 谢谢这次的各位企业家 谢谢大家 来 把你胸口的扣子扣好 好 这个选手心理素质特别好 当其他的面试选手 正在准备的时候 他还帮别人梳理心情 是这样吧 对对对 你心理素质咋这么好你啊 不是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个 不能上台的那种 我第一次上台 那你还跟别人梳理 底下可能还可以吧 那你怎么梳理呢 假如我很紧张 我最害怕见到啊 像李豪洋啊 何东东啊 这样的性格很强制的老板 你怎么帮我 我就说放松吧 就把他当做朋友 怎么放松呢 就是 就是很随意地聊天吧 我说那个长续一口气 然后告诉自己放松 可能聊出来的笑话会更好 你是不是很会搭晒 还可以吧 你是不是恋爱高手 还可以应该是 你看呀 这个一看眼睛里就知道有没有 你谈过二个 实话吗 当然说实话的 没关系 想说实话说实话 真的不记得了 真不记得了 好 你刚才说你最近有三年的时间 是做哪爸 三年半 对 是吧 对 是为什么呢 是怎么权衡的呢 因为我觉得 首先是那小朋友降生之后 我觉得我很开心 然后米特跟他在一起成长呢 我也觉得 这个过程让我很幸福 那你媳妇在干什么呢 那会儿 她是医生 她是医生 对 她要上班 所以你选择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对对对 你选择牺牲 谈不上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吧 为什么是初中学历啊 没想着要去进修一下 我不太爱学习 我读书的时候 就喜欢打台球啊 游泳啊之类的 我上十四岁就出来了嘛 人家可能是有这个 有计划的生活吧 我是属于没计划的流浪 真的 然后十四岁就出来闯社会 对对对 对吧 多做过一些什么事啊 哎呀 做的事太多了 从什么摆地摊啊 然后在菜市场卖过菜啊 开过胡站店啊 然后自己也开过餐厅啊 做小生意是吧 做小生意 对 做得怎么样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 米次读反正是 就是都还可以吧 都能挣上钱吧 而且有时候还能挣不少钱 特别做服装的时候 说明还挺聪明 我再问你一个吧 你是初中学历 对 你谈过的那些不记得的女朋友 最高学历是 博士啊 谈过几个博士 一个吧 只有一个 一个 有共同语言吗 很多啊 聊啥呢 因为我觉得世界不仅是一面啊 是吧 世界就像那个 打开的天窗一样 是不是 我觉得世界是很精彩的 我觉得读博士学得越来越 很多东西都是学得很精 很专的 是吧 但是社会却不一样啊 当他觉得 你这面很漂亮 很能吸引我 觉得有共同的话题啊 那为什么跟博士没谈下去呢 是因为我不要他了 很简单 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凡是比较理性的人 就会容易做些过激的事 比如 比如说 在宾馆要跳楼啊 我的妈呀 谁要跳楼 博士啊 为什么要跳楼 因为他觉得 有些事我不答应他 我都没想好 你就不要去背 不要说打结婚了怎么怎么的 我觉得这是 我自己都没有准备好 所以你不想结婚 也不想解决承诺 对对对 那这么说来 你老婆怎么让你收得心呢 你从不记得 无数个 然后最后到这儿定了 还做了奶爸 那说明这女人牛啊 没有 我就觉得 我在她面前 我觉得不管对谁 就是我不抓 不抓 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开心 OK 我们走下去 如果你觉得不开心 甩掉我很简单 这个话说得没错 很有道理 但也有另外一种解释 叫坦白得很无耻